今天我借到了一台非常神奇的手机 这是三星的S22 Ultra 看着就是一台普普通通的三星手机 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这是一台欧版的S22 Ultra 它和你在国内买到的国行有一点点小区别 这个里面装着的并不是高通的骁龙8芯片 而是一颗三星自研的芯片 Exynos 2200 这Exynos 2200又有那么一点点小特别 因为它搭载的GPU是AMD做的 嘿嘿 手机上的RDNA2架构的GPU 这是不是有点神奇啊? 那它的表现到底怎样呢? 这AMD做的手机GPU 它是不是能秒掉高通、联发科这些厂商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吧 Exynos 猎户座处理器 玩手机的同学应该或多或少都听说过 三星每年都会在自家旗舰机上根据地区 分别搭载高通芯片和自家的Exynos猎户座的芯片 比如说欧版的S222就是搭载的Exynos 2200 而其他大多数的地区 比如说美版、韩版还有国行的S22 搭载的就都是高通芯片了 其实在S10以前 韩版也会搭载Exynos的芯片 甚至在S6时代 还有过全球都用Exynos的盛况 但是现在这个Exynos只剩下欧版了 可以说是日渐示威了 这个也要怪它的表现实在是不太给力 作为三星自家的处理器品牌 Exynos猎户座并不是没有单身过经典产品的 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S6 它搭载的就是和骁龙810同期的Exynos 7420 由于当时率先用上了14nm工艺 避免了功耗翻车 轻松干翻了高通20nm的810 成为了一段佳话 不过在这之后 Exynos处理器就选择了自研CPU架构 猫油架构 再加上三星工艺是越来越拉垮了 从此它慢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两年前的Exynos 990 我们曾经在手机大横屏里给大家测试过 它的性能能效简直就是一塌糊涂 打游戏甚至卡的只剩下个位数的帧率 越来越糟糕的表现 就迫使三星不得不砍掉了猫油自研的CPU架构 转而和高通一样使用ARM工版架构 好在高通这两年一直在开倒车 那么慢慢的Exynos和高通版的差距似乎已经没有拉得那么开了 那么现在这一代Exynos 2200到底是个什么规格呢? 三星其实正式对外公布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它们自己在ISSC大会的演讲PPT上泄露了Exynos 2200的核心设计 这应该不叫泄露吧 这是它们自己公布的 这就让我们可以一瞥这颗神秘芯片的真容了 和高通的骁龙8进一一样 Exynos 2200也是用三星4nm工艺制造的 在这张图上的这一块是它的CPU部分 Exynos 2200的CPU部分其实和8进一差别不大 同样都是X2加A710加A510的组合 Exynos的大核频率是2.8G要比8进一略低一点 但中核同样都定了2.5G 小核都是1.8G 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在它们的缓存配置上的 你们都说高通扣门对吧 只给6兆三环 可人家Exynos更扣啊 总共只给了4兆三环 比天玑9000少一半 高停商的讲就很节省芯片面积对吧 好在Exynos 2200的SLC给的够大 8兆的SLC对于它的GPU部分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 而它搭载的恰恰又是一颗很值得期待的AMD GPU 你看看这GPU这么大一块 占的面积其实不比CPU部分来的小 它里面塞了三组一共6CU的RDNA2架构的计算单元 和PC上6600H搭载的660M核显是一个规格 但是它的名字并不叫Radeon 三星给这颗GPU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Exclips 920 这个Exclips应该就是三星新建的GPU品牌了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玩意儿甚至连光追单元都保留了 只不过它把GPU频率从桌面端的1900MHz降到最高1306MHz 这个好像是我测过的频率最低的RDNA2架构的GPU 不禁让人好奇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 除了CPU和GPU之外 这颗芯片很大的一部分面积都是给到了5G基带的 它这个基带可能都不比CPU和GPU小了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部分 总共的核心面积正好达到了100平方毫米 比没塞机带的A15还要小一点 毕竟还塞了个5G机带呢 感觉机身度还挺高的 内存方面和挖进一样 最高也是支持到LPDDR5的6400内存 但是手机上的6400内存都是16bit四通道的 相比PC的6400内存带宽其实少了一半 大家都叫6400 但是性能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后面会涉及到PC的对比 所以这点就需要注意了 那么这颗Exynos 2200 到底实测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废话就不多说了 先来看一看CPU部分的性能和功耗 咱们直接按照新标准 跑了9个频率点 一共500多的数据 拉出了Geekbench 5的能效曲线图 哎呀 果然不出所料 这个Exynos 2200和骁龙8件1 真的是一对卧龙凤雏 等于三星工艺和ARM的最新架构双debuff Exynos 2200的CPU表现和8件1是一样烂的 不过两者还是有一些小区别的 Exynos 2200在中低频能效上其实还算凑合 至少并不比高通差 虽然说的都不怎么样就是了 但是一到高频 这个Exynos就非常拉垮了 极限性能虽然也能像高通一样跑到3800分 但这个时候主板功耗已经飙到了12W以上了 哎呀 烂如8件1顶天也没超过11W的峰值功耗 三星这个12W多的就离谱啊 当然了 这个峰值功耗我也就吐槽一下 对于日常使用确实没什么影响 因为平时跑的基本上都是中低频 尤其是三星手机的调校又特别的怂 对吧 那这个12W你也就跑分的时候能看到 日常使用的话 看中低频能效 它应该就和8件1半斤八两吧 这不还是很烂嘛 哎呀 实际上你看这个Exynos 2200的完整曲线 它能效同样也打不过自家上一代的Exynos 2100 毕竟它用的也是X2加A710加A510的神仙组合 干不过A78的上一代应该也是在大家意料之中了 反正呢 三星的目标总归还是不要和高通拉开太大差距 你猎户佐版本的手机 尽可能去匹配骁龙版本的表现 那你既然高通开了一年倒车 我也一起开倒车不是理所当然的吧 行吧 这CPU拉垮了 那GPU呢? AMD的GPU总归给力了吧 嘿嘿 你要是这么想 那就太乐观了 这个AMD GPU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救世主 我们测了一下GFX Bench的能效 在OpenGL下 这颗AMD GPU的能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如骁龙8.1的 尤其是在中高屏下 这颗AMD的GPU在高屏下的功耗显然是有点控制不住的 跟8.1的能效差距相当的大 极限性能也没有像高通推的那么高 倒是在低屏下它的表现反而会更好一点 换了Valken API之后 两者的差距就拉得更大了 因为8.1在Valken下是有很大性能提升的 相比之下三星的这颗AMD GPU在Valken下的表现反而没有强太多 只是有一些进步吧 总体来讲 这颗6CU的RDNA2核显还是全程被A13干翻的表现 哎呀 这样一看好像AMD也就那样嘛 对吧 你要说这是三星工艺的锅呢 那高通用的不也是三星工艺吗? 诶 事情到这里就出现一些疑点了 我没记错的话 PC上的RDNA2显卡和APU能效表现好像并不差 我们前一阵还测过Steam Deck 当然你也可以说往高频去的话 功耗还是会成倍提升的 可是猎户座顶天也就跑个1300Mbps的GPU频率 这点频率放到PC上 那就是个节能频率啊 在RDNA2的产品里面简直就是毛毛雨啊 好像还不至于出现明显的编辑效应吧 那怎么解释我们测出的能效曲线呢? 诶 为了找到问题所在 我决定买一台跟它配备了同样核显的PC 就是这台小新Pro16 它用的是R5 6600H的处理器 和猎户座一样 它也是6CU的RDNA2核显 只不过它是台积电6nm工艺制造的 要不我们就来比较一下这两者核显的能效特性好了 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吧? 这里我分别测了手机端和PC端的3DMark Wilder Life Extreme的能效曲线 首先说明一下 这两个曲线你是不能互相比较它们的能效的 因为测的东西不一样 手机这边我们只能测到主板功耗 而PC这边我们测的是封转功耗减去CPU核心的功耗 因为6000系的GPU功耗没法直接测出来嘛 当然这样得到的结果呢 两边就都不完全是GPU功耗了 甚至于两边都不是同一个东西 对吧?所以你是不能比较它们的好坏优劣的 但是我们可以比较的是什么呢? 是它们的甜点频率 按照老黄的讲法就是Max-Q 对吧? 手机上的这颗核显 其实顶多到1GHz左右就差不多了 再往上提频率 就会超出最优的能效范围了 功耗就会直线上升 满频1300Mbps的时候 其实已经处于一个能效非常差的点了 而在PC这边一直要跑到1500Mbps以上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能效衰减 这两边都是用6CU的RDNA2核显 但是能效特性完全不一样 这我觉得第一个可能的原因还是因为三星工艺 毕竟PC这边是台积电工艺造的 那会不会三星工艺造的GPU 相比台积电更难跑上高频呢? 尤其是像RDNA2架构的产品 我们在PC上的认知其实都是频率跑得很高很高的 但是在手机上才跑1300Mbps就不行了 那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台积电的影响在呢? 大概RDNA2架构就和三星工艺水土不符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另外一个区别肯定就在内存上面了 我们前面也讲到过嘛 理论上手机的内存带宽哪怕跑同频也只有PC一半带宽 实际上就算GPU频率都跑在1300Mbps 都跑Volkan的项目都是6CU的核显 PC这边的跑分也还是要略高于手机的 这可能就和内存带宽啊 包括可能和系统也会有关系 这些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汇释出的能效曲线了 但是反正不管怎么说 哪怕手机和PC用一样规格的GPU 也不代表它和PC会有一样的性能表现 AMD并不能就三星 不过往好来想 虽然没打赢高通 但是Exos 2200的这颗核显呢 好歹比上一代2100还是有所进步的嘛 至少性能能效都没开倒车 而且高通的GPU这代并不弱了 新架构本来就强了很多 打不过可能也没那么意外吧 这颗AMD GPU还有一个我感兴趣的点 就是光追了 三星甚至在发布会上还特意强调了一下 自己是移动端第一个支持硬件光追的 还花了不少篇幅来吹光追呢 搞得好像这玩意在手机上很重要一样 结果我一找 市面上根本没有支持移动端硬件光追的任何游戏 三星自己也没有给到任何开发者手册 帮助我们去构建光追项目 所以这玩意儿现在的情况呢 就跟那些宣传芯片支持8P的电视一样 它就是一个硬件上的支持 实际上目前它还是玩不到光追的 真的是光追了个寂寞啊 是吧 其实前两天ARM发布的新GPUG715里面 也加入了对光追的支持 它就有提到说要借助Valken来实现 并且ARM也在给开发者准备相应的工具了 那这个就只能说未来可期了吧 但是这样无功而返总归还是让人有点失望啊 我还是想知道 就以它这个性能 如果真的能跑光追 那到底能光追些啥呢? 所以我决定在PC上复现一下它的性能 我把这一颗笔记本上的660H降频到1300Mbps 咱们以手机的性能玩点光追游戏 看看到底能不能玩 结果我就发现这个事儿好像并不是很容易啊 如果我们在2077里面开光追 就以它这个性能 哪怕把分辨率降到360P也只能跑10帧 哎呀 这个体验似乎挺特别的啊 当然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离远一点看的话 啊 确实这个全局光照的氛围感还是有的 对吧 光线的感觉是对的 这个光追呢 确实起作用了 对吧 就是糊了一点嘛 哎呀 也就当做模拟800度近视没戴眼镜看到的画面 那不是非常的真实吗? 不过2077的这个表现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了 PC上其实也有一些相对轻松的光追游戏 比如我们试了一下非常经典的Quick雷神之锤2的光追版 给上个世纪的游戏移植的光追 这总归没那么难跑了吧 哎 确实 只要我们愿意把分辨率降到360P 这颗手机核显也能以30帧运行Quick2的光追了 甚至我们还可以再激进一点降到216P的分辨率 这样它就可以跑60帧了 哇 这60帧的光追是不是非常的流畅呢? 哎 这个画面嘛 糊就糊了嘛 上个世纪的人不也是这么玩过来的吗? 你说是吧? 行了行了行了 反正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了 他这个性能跑光追就是涂伊勒吧 这猎户座的理论性能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很乐观 那实际玩游戏的时候它会不会也这么烂呢? 啊 确实也这么烂 我在这个上面跑了一下原神 首先分辨率上它就不太对 不管是国际服还是国服都是640P的渲染分辨率 是一个没适配的状态 这个倒是在意料之中了 毕竟需要开发者去做工作的嘛 那我想除非三星找上门 否则米哈游的人大概是不会去专门买一台欧版的三星手机的 不过当我跑完测试之后 我感觉它也没什么适配的必要了 就哪怕跑在640P下 这台S22 Ultra在刚进游戏的前一分钟都只能跑到50多帧 功耗却可以飙到8W以上了 这比沟通还菜啊 很显然这样的功耗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所以一分多钟之后它就开始降频了 最终30分钟跑下来 平均只能跑到44帧的帧率 全程几乎没怎么跑上过50帧 降完频之后整机功耗倒是低了不少 全程平均5.3W吧 但是考虑到它这点寒酸的帧率啊 这个游戏表现显然是不合格的 我也试着把游戏降到了中画质 其实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中画质的平均帧率都只有49帧 整机功耗却达到了5.8W 实在是不怎么样啊 这个应该连骁龙8的机器都干不过啊 当然了 这个三星也算是努力过了 一想到两年前玩崩坏3卡的就个位数帧率的 Exynos 990 这个2200也算是有长足进步了 如果你就默认30帧玩也不那么在乎画质 你确实还不一定能够察觉出它有多烂啊 哎呀 真的是同情欧洲的三星用户 每年都要用低人一等的处理器 实在是惨啊 本来我还想测一下王者荣耀 但是同样是没适配的原因 只能跑到高画质的60帧 你甚至连画质都开不上去 哎呀 那就没办法跟我们的数据库去对照了 如果只是以这么低的设定去玩游戏的话 功耗倒是不高 2.6W的整机功耗吧 其实也挺符合我们能效测试的结果的 猎狐座的这个处理器 不管是CPU还是GPU 低频 中低频负载的 其实不比高通的能效差 然而频率只要稍微高一点 它的功耗就不行了 所以日常使用的话 我估计这些欧洲的消费者可能真的感觉不出区别 轻度使用 甚至续航都不一定和高通版有区别 但一旦高负荷使用 它这个表现就有点糟糕了 哎呀 看完这个Exynos 2200的测试 是不是有点小失望呢? 没想到在PC和主机上叱咤风云的A卡 放到了手机上居然如此的弱不禁风 表现远逊于我们的预期 尤其是高频的表现和高通是差得挺远的 当然了 我前面也说到了 这也未必全怪AMD 这玩意儿可能就不太适合用三星工艺来造吧 所以我也有点好奇 如果它有机会换成台阶电工艺的话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能不能改变这颗AMD GPU在高频下的颓势呢? 可惜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了 毕竟要是三星自家的处理器都不让自家造的话 那三星的代工业务也差不多该倒闭了 好了 这期节目也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话 就不妨点个关注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用来我们的淘宝店极客观的店 看看我们的各种徽章周边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